熱帶性低壓它就在屏東的上空 所以下雨是最明顯的地方 就在台南高雄跟屏東 透過這張最新的 這個真實相的雷達回波 你可以看到 幾乎看不到台灣了 被白色的雲氣整個籠罩了 這個熱帶性低壓的中心 現在大家就在屏東的上空 所以呢 我剛提到最明顯的降雨 就是在屏東地區了 屏東地區現在是有這個 閃電加大雨的情況 因為對流非常的旺盛 那這個熱帶性低壓 雖然它不是一個輕度颱風 但是其實它的規格 已經相當接近了 所以呢 本來接上去很擔心 它今天上半天 就會變成第21號的 輕度颱風燕子 甚至也已經提前的預告 如果這個熱帶性低壓 一旦成為燕子颱風的話 那就會立刻發布海陸警報 不過到目前為止的觀察 是這個熱帶性低壓呢 它的形成颱風的機率 已經大大的減低了 但是在今天到明天 這個熱帶性低壓的環流 還是會持續到 影響台灣地區的天氣 所以現在是南部地區 接下來下午過後 是中部北部地區 陸續都會出現比較大的雨勢 我們來看看18個縣市的 這個蠔雨大雨特報 分別落在哪裡 來看最新的雷達回坡圖 當然現在來講 雨勢最大的是高屏的山區 屏東的春日山區 從早上到現在 已經突破220毫米的累積雨量了 高屏的山區是大蠔雨的等級 台南以南跟台東 現在也是蠔雨特報的等級 而要注意的是台中到嘉義 以及南投這個中部地區呢 中午過後 陸續隨著這個回坡圖 現在往北台之後 也會開始出現大雨 澎湖今天早上雨勢 一度也是非常的大喔 桃園到苗栗 新北市 宜蘭花蓮的山區 午後也會開始出現明顯的降雨 所以這個雨勢是從南往北 然後今天是越晚越下的一個情況 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 那至於晚上的雨量 跟白天的雨量什麼不一樣 我們來看看定量降水預報 首先呢 在白天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最多的地方 當然就是台南高雄跟屏東 已經來到紫色 就是有機會出現好雨到大好雨的 接下來往中部 往北部 但是到了今天晚上 到明天清晨這段時間 除了原本的南部 中部地區也開始出現明顯的降雨之後呢 北部你會發現它的顏色 跟白天比起來 量值也是在增加當中的 所以北部地區 雖然現在看到陽光 但並不曉得不下 是時間還沒到 因為這個熱帶性地下還在持續的移動當中 等它逐漸往東北移動靠近之後呢 今天下半天開始 全台各地都會進入下雨的範圍當中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衛星雲圖的部分 剛剛可能大家會問說 那這個熱帶性地下 如果不形成燕子颱風 燕子颱風什麼時候會來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目前在菲律賓東邊的海面上 又有一個熱帶擾動形成了 原本的19、20號 這兩個中度颱風 逐漸的靠近了韓國跟日本 所以你要出國的觀眾朋友 近密兩天要注意之外 後面這個有沒有可能 比目前在台灣上空這個熱帶性地下 更提早有機會形成燕子颱風 答案是有的 所以這個熱帶擾動 後續我們要持續的觀察 那當然這個熱帶性地下 近密兩天影響結束之後呢 南部地區事實上還會持續的下雨 因為我們還在西南風的迎風面上面 而且台灣還在低壓帶 所以至少到下個星期三 天氣都不穩定 南部的降雨也都會持續 好 近密兩天有一些比較大的 這個瞬間降雨 然後接下來如果雨是持續的話 提醒南部地區的山區 一定要嚴防攤防落石土石流 同時在滴洼地區要防淹水 那最後要快速提醒大家 是風力的部分 雖然這熱帶性地下 還不是一個輕度颱風 但是在南部啊 台東啊 澎湖的沿海空曠地區 是有機會吹9到10級的強震風 其實全台各地的海岸邊 也都是浪大 而且呢 有長浪的情況出現了 所以就算沒有發布颱風警報 就算它沒有形成颱風 只是一個熱帶性 低加通過台灣 也要提醒大家 今明兩天 暫停安排海上的活動 務必要注意安全 同時特別是在南台灣 嚴防好與存在